兄弟们,我不告诉你们价格,你们来猜猜 这一碗牛肉汤多少钱? 一碗汤,半碗肉,还有不要钱的牛杂 这个牛杂在店里面喝牛汤的,免费吃 随便吃,能吃多少都可以 太残暴了 今天我们在山东早庄滕州的一个乡村 带你们看一下新鲜牛肉最低,可以低到多少钱? 这块多少钱一斤? 牛杂这个位置26元一斤 我来看一下啊,充干湖水,牛杂26元 带筋带肥 怎么可以这么便宜的? 我们自己买牛,自己宰 今天宰多少分钟? 今天宰了五桶 这块是吊龙的吧? 吊龙这个位置适合吃火锅 多少钱一斤? 这个卖30元一斤,谁十五香煎? 哇,还是热的啊 对 吊龙30块钱一斤 那你去年宰了多少斤牛? 去年宰了不到1600斤 那滑到一天五桶牛? 五桶左右吧,春节的时候卖的多 一天二十多斤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 这边泡的捕头去捕牛肉汤吧? 对,每天每天都二百多斤煮住 对面的牛肉汤碗就是你家的? 那边就是我的牛肉汤 厉害厉害厉害 一天一天煮三锅肉 那你们家牛肉汤多少钱一碗呢? 二十块钱一碗的牛肉汤三两锅肉 调贷全锅 煮几一煮凉 二十一碗,三两,生牛肉还是熟牛肉? 三两锅熟牛肉 那厉害了啊 一会儿我们就尝一下啊 二十块钱一碗的牛肉汤 看看有多少量啊 这边还有吊鸡啊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牛啊? 这个就是 西梅炭 把那个卤西黄牛炸焦 现在没有纯的卤西黄牛了? 没有,都宰割了 没有纯的卤西黄牛了 都是西梅炭而立不炸 这也是要炸焦品种 西梅炭啊 这个小型涂菜草啊 是我们去年还是前年 在早庄腾州乡村喝羊汤路过看到的啊 今天专门来看一下 这个是牛蝎子是吧? 对对对 这个多少钱已经来? 这个卖十块 十块? 四元一斤 带这么多肉啊? 对对对 这个核酸 这块是哪个部位? 这是牛的前腿见虎肉 也是三十一斤啊? 这个三十元一斤 哇 我们这个没有中间商转差架 一手货源 这个二十六一斤 牛腩 这拉的是啥? 这是我们在家里面 我的牛头 牛头 牛蹄子 这边是五香牛肉 五香牛肉多少钱 这个卖七十五一斤 这个是小火车啊 牛蹄子多少钱 都七十十块 牛头肉呢? 牛头肉卖十八一斤 漂亮 看 卤好的五香牛肉 肯定有人说啊 这个老板满嘴胡话 全是炊牛 卖牛肉汤一天怎么可能卖五头牛 是不是? 他这个啊 再来看一下啊 十块钱一斤的 牛蝎子啊 他这个不纯式牛肉汤啊 还卖五香牛肉 还卖鲜牛肉啊 加起来是一天五头牛 更牛的啊 他这个是在乡镇 山东 藻庄 藤州 张王镇啊 相当于一个乡村省店 牛肉汤的 牛大骨 全是骨髓啊 这个牛骨头啊 我们一锅煮一百斤 一天煮三次 煮三百斤骨头 就是三锅三百斤骨头 对啊 本三次锅 下碗骨头 下碗骨头 下牛肉 这也是二十一碗的啊 这一排全是二十一碗的 这个价格太给力了啊 兄弟们这一碗牛肉汤 在你们老家 能卖多少钱 漂亮 这个怎么拼的 这个是冬肥和花生米和豆腐的辣椒 多少钱一份 十一元 哇 这么多啊 这不是多给的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正常量就这样 哦 正常量就这么多啊 正常量就这样 这个价格不得了 吃牛肉汤啊 免费牛肉汤 这一年在外面估计得卖十多半斤 来来来 谢谢 我也是同一回见到这样的事情啊 你看 刚办好的 刚办好的 实不实会 实会啊 好吃啊 好吃啊 来来给我 好谢谢啊 牛肝 牛腥 牛肺 看免费的 吃之前我先讲一句啊 在乡镇能把牛肉汤做成这样啊 一把好手 再来感受一下 二十块钱 牛肉汤的量 敢想吗 这个在城里头啊 多 加点辣椒 漂亮 牛股熬了三个小时啊 我们先来口汤 哦 舒服舒服啊 其实牛肉汤好吃很简单啊 就是牛肉新鲜啊 他这一年干掉一千六百头牛 他能不新鲜吗 是不是啊 这个拼盘 十块钱啊 今日消费 二十 十块 牛杂免费 两个马迪烧饼 三块啊 三十三块钱啊 这个是炒辣子鸡的那个螺丝椒 爽得很 吃肉的快乐啊 吃肉的快乐啊 这个牛肉汤 跟淮南的跟洛阳的完全不一样啊 有点徐州那个风格啊 之前我们来滕州 一般会吃滕州辣子鸡 滕州羊肉汤 它隔壁就有一个葛葱羊汤 非常出名啊 还有一个星级 星级羊汤在滕州也是相当化赛的啊 这碗啊 这碗啊 就不夸张的讲啊 在城里我估计啊三十块钱能卖吧 三十肯定有了啊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啊 这是拌的牛杂啊 新干费啊 厉害 就厉害在它是一个乡下的店啊 来转一圈 来看 爆满 大牛排 刚才有人割的啊 二十六一斤 佩服 以后来滕州啊 不要只记得羊肉汤了 滕州还有牛肉汤